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英美的政治勢力 除了迫害他們自己英美國家的法官外 他們也是迫害我們終審法院的一些海外法官 要求他們辭職 迫他們離任 除此之外也有些法官被迫要唱衰香港 否則他們可能全家都不保 可能會被人扣上什麼罪名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一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看了一些文章 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 廖柏家 他被英美的政治勢力威壓 威逼 令他 他要離任 其實英美的政治勢力去逼人 逼他們的法官 怎樣判案 怎樣做事 在這一年裏 大家已經看到很多 甚至乎今個月裏 你也是見過 例如 特朗普 當他強勢 出來的時候 他原本犯了 什麼 什麼機密檔案罪 叫雞不付錢 叫雞有付錢 但是隱瞞他付錢罪 那些 這些罪名 突然之間 看到強勢 就快做總統 馬上不成了 反觀 拜登約勢之後 他兒子的罪 入了 但未判 所以 很明顯 他們的法官受到的政治壓力 是非常大的 而英國那邊 英國政府在他們手上下命令他們英國的法官 要24小時開庭 還要重判 那些 自由民主鬥士 而且 必須要令他們 罪名成立 那些什麼程序公義等等 你再說 你就以後都不需要再說 不需要再做法官 搞定了 還要你不要忘記他們是民主 他們是皇權的一個國家 有皇帝民主 然後想說什麼 關香港什麼事呢 他們就是習慣了這些操作手法 所以其實 他就用這些手法影響我們香港法官 彭段康曾經是恶意抵毀我們中信法院法官的判決 他習慣了英國那一套 他直接在那裡咒他 想著可以改變了結果 2019年8月份的民陣 他們舉行了一個流水式集會 黎智英等七個人 就是參與這個未經批中的集結罪而定罪 上訴上訴上訴到中信法院 最終被博會 當中有份審理的海外非常任法官 廖柏家因而遭受到外部勢力全方位的迫害 還要是無所不用其極地 逼他從媒體自由聯盟主席這個位 逼他退下來 其中外部勢力的迫害 他們這些行為是非常之欲酸 他們在各方面都公然向廖柏家施壓 當中新鮮事罪的施壓者就是 前港督也是末代港督 也是一個千古罪人 凡定康 他在接受英國的惠報訪明的時候 他就批評 或者判決 非常之不公平 又說一直致力保護人權的海外法官 海外非常任法官 廖柏家竟然參與其中和 說這件事令人難以接受 面對這些人身攻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予以強別檢責 反駁彭定康的抹黑言論 是罔顧終審法院的判辭和法理分析 純粹是向廖柏家 施加一個政治壓力 影響香港特區 政府的司法制度 而事實上除了彭定康之外 還有很多外國反華組織和人士都相繼發聲 借這件事對終審法院的法官施加一些政治壓力 企圖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制度 先說一堆 最好草的國安法圖案 例如包括 前英國駐港領事館 的低級職員 召妓失敗的 還要被拘捕的 召妓失敗已經想 投胎 還要被拘捕 公諸於世的鄭文傑 他 可能人家說 你快點說完就快點有KFC吃吧 他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公然批評廖柏家對八一八案件的判決 是有政治目的 是有意圖地打壓 國人對抗中共的意志 另外一個國安法的逃犯黎智英的 拍檔Mark Simon 在Twitter中發文就說 指責廖柏家 身為法律諮詢小組的主席 但是作出一個這樣公平的裁決 實在令人被發指 促出一點 說真的 按照法理的裁決 令人發指 他們那些美國運動員的臉就是發指 你說令人發指 你問一下你的美國運動員 你做什麼你們發指 這樣好過了 他還要呼籲其他的小組成員要求 廖柏家 辭任主席這個職位 另外 一個由逃犯組織 包括 羅冠聰 郭鳳兒 朱牧民等等的人去把持的一個反華組織 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他們就在 社交平台Twitter 發文 18的案件判決 是積極 去損害和平 集會 等等的基本人權 喂喂喂 你是不是應該說英國呢 英國那邊現在 就是損害 和平 集會的基本人權 你不說是英國 不敢說 英國那邊 打壓民主自由 打壓得多厲害 損害和平集會的基本人權 損害得多厲害 你不出聲 他們說我預料 這個廖柏家 因 法治惡化而被迫辭任這個 法律諮詢小組的主席這個職位 但是 擺明是你們自己 他們英國那邊 向他施壓 逼他辭任的 你說什麼都行 逃犯的做法簡直是無法無天 不斷地向法官施壓 迫他 辭任 除了逃犯的指示點點 向這個廖柏家施壓 還有美國的反華律師 Samiro 在Twitter發文 敦促所有國際及西方人權論壇 把廖柏家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而一些反華組織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高級分析員 光仲晴 即是黃之鋒的女神 亦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訪問時 亦公開批評廖柏家被中港利用 扮成香港環有司法獨立的象徵和政治打壓的工具 以台抹黑 廖柏家 令他逼於無奈地放棄主席的職位 英國人權組織 Article 19 亦都在Twitter上寫文章 英國法官繼續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職等同腐敗的制度 為他們提供可信度 香港自由委員會 CFHK亦都是他們的網站發出聲明 聯同美國學者Larry指出818的判決 進一步引證 中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 利用他們的威望去通害 迫害一些異見人士 敦促 廖柏家和其他海外法官 持任我們香港中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 其實沒有 你看他們是聯群結黨的 蜂擁而出現之後 攻擊我們的法律制度 以及攻擊我們的法官 反正敵人 不同意的 我們就要做 OK 還有他們說那麼多話 其實他們可否關注現在 美國那些 人權、自由民主、示威狀況 搞定自己那些你才發聲 在一連串的英美輿論和團體 景覽地下 以前香港中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廖柏家發聲明 宣佈因應外界關注他自己 香港中審法院的角色 辭去英美政府等組成的媒體 自由聯盟 轄下的 專家小組主席 我辭都辭你英國政府那些事 美國政府那些事 OK 不理他 廖柏家 透過這個聯盟 發出聲明 現在是適合的時候 退任這個聯盟 新聞自由法律 法律專家的高級小組的主席 他解釋就立聚焦他擔任香港中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會脫走或者轉移小組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工作 他本身就說這樣的話已經不理想了 他也說外界太關注自己在香港擔任非常任法官 加上他本身已經做了主席五年了 幾個月之前也有 想想要不提出 現在是要提出我不做了 其實 廖柏家這次事件 出來之後 我們在想 可能未來指令都陸續有例 因為整個外部勢力已經是想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打壓我們中國和中國香港 不適以政治凌駕法律 好像我之前看過一篇巴士的步的中情局的博客一樣 我扮演這個連結在我們的簡介中大家喜歡 可以看看 裡面說什麼呢 他指出 海外的非常任法官本來就對我們司法制度是有一定的貢獻 也挺大的貢獻 但是在現在這麼複雜的地緣政治地緣情況環境下 這個安排已經是成為了 對付我們香港的政治工具 這幾年 海外很多不同的 政治團夥不斷洗橫手 軟硬兼絲地 迫海外的法官辭職 或者是唱衰我們香港的司法制度 文章裡面也說到我之前所說的其中一個法官 就是早前辭任我們非常任法官的岑耀信 他在辭任之前一直都說很認同香港的司法制度 也都讚揚我們香港的國安法是保障人權自由 但是他在今年6月份突然間就宣佈辭任這個海外法官 接著就反口複蝕 大肆地抨擊我們香港的法治狀況 看來這些海外法官 都有機會面對著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底下 被迫唱衰我們的香港 否則 他可能在英國裏面的一切 包括家人 可能會 反歧視 反移民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到他家門口 然後有些人不知為何 深信有一枝氣氧彈不知為何把他扔到他家 整塊都燒了 燒了他老婆子女 那些孫子都不出奇 又或者有些人不知為何拿著槍或把刀 到處斬人 剛好又斬了他的孫子 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 他的老婆 都不出奇 所以 他們真的受到非常大壓力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他真心覺得這些事情是很有問題的話 他應該這個時間是借英國的 因為英國現在直接是由政治凌駕法治 由他手上直接下令 要求法官要怎樣判案 要求法官要什麼時候審理 要求法官要多久之內 在限時之內 在很短的時間內審判案件 重判 那些什麼 什麼 法律的公平公正 全部不存在 什麼程序公義 不存在 因為程序也沒有 公什麼義 公義也沒有 之後的程序可以走走 沒有程序 見律師 老爸老母都不見 沒玩 是不是 如果是岑曉信 是不是應該 立即走出來 去嘟這個英國 去嘟爆他 其實 我們香港的法治體系是十分獨立和成熟 公明性根本是不存在任何的問題 已經未等等的政客和團體 是故意忽略 廖柏家所頒布的判決書 並且是無疊我們的法官在判決的時候明顯 是的 竟然抹黑他們說是政治操作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也知道他們是犯法的 那些 黎智英那幫人 你竟然說 這是一個政治操作 瘋狂 所以 更加有政治操作的就是英美 你背後充滿著邪惡的政治動機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這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件新事樂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